主席 老师我们今天来到这一栋 好漂亮的教堂 是啊 你看附近都是高楼大厦 为什么这一栋就是特别美 然后可以在这么好的位置 有作为一座很漂亮的教堂在这边 好的那我就来为您大概说一个说明 今天我们把这边叫做 中山基督长老教会 其實正在1947年國民政府來台灣之後 才是有找好教會系統在這邊教會 其實在更早日本時代的時候 他這邊就有一個教會了 是在1937年就在這邊奠基了 他當時是聖工會的一個系統 而且很特別的是 他這個教堂是日本人跟台灣人共同 可以在這邊做禮拜共同成立的一個教堂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其實在1895年我一直提到這個年代 因為那一年就是日本人領台來到台灣 其實在那個年代 基督教隨後也就跟著來到台灣 當時主要是在所謂的城內那個部分發展 隨著教徒越來越多 後來就正式蓋了一個至今還留下來很漂亮的教堂 就是我們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濟南教會 那就是在中山南部那邊 台大醫院對面那個很漂亮的濟南教會 那當時叫做信丁教會 那可是那個教堂呢 它卻是只有日本人可以去做禮拜的教堂 雖然是 那時候就是日本人跟台灣人的生活範圍還是很敬畏分明的這樣 基本上對就是台灣人主要居住區就是在所謂的 大道城地區 那日本人就是在所謂的城內 所以當時有一個說法叫做三世間 就是這三個區域這樣的意思 那日本人主要就是在城內 以及後來人口越來越多 就是在城的外圍開始漸漸的發展起來這樣子 那那個信丁教會就是日本人還可以做禮拜的教堂 不過它雖然是出自於日本的一個很重要的 在台灣很重要的一個建築師叫做錦守勳的建築 錦守勳還蓋了很多像現在的中山堂 台北市中山堂還有台大校園還有像師大校園 很多都是他留下來的作品 不過那塊地卻是一個台灣人捐的 那個人叫做李春生 那李春生呢 我們現在一般會把它說為是台灣的茶葉之庫 那這個查的又是另外一個故事的 不過總之李春生呢 他是台灣台北當時第二富有的人 第一富有就是板橋林家 他就是第二富有的人 而且他是基督徒 那他就捐了那塊地 然後就蓋了那間教堂 就是給日本人去的一個教堂而已 所以在雖然這個時間 他是1937年才奠基的 可是就是距離那個時間有一些遠的 可是他卻是一個日本人 台灣人可以共同做禮拜的一個教堂 所以是很特別的很不一樣的 而且他也是非常美的一個建築樣式的一個教堂 所以在現在也是成為台北市很重要的一個地標 那我們一般就把它 讓它這種樣式稱為哥德式的教堂 那哥德式的教堂呢 就有幾個很明顯的很重要的特點 就帶大家來了解一下 首先我們就從門口 其實哥德式教堂跟羅馬式教堂 你從門口就可以有一個很明顯的分別了 第一個就是他的這個門的上端 我們叫做尖形的 你看他到的這個這個門的上端呢 是一個尖狀的有沒有 如果是羅馬式的就是圓狀的半圓形狀的 這是哥德式教堂的第一個特點 然後第二個特別呢 就是有所謂的非福壁 那非福壁就是指這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非福壁 那非福壁的用是有它的用意的 因為哥德式的教堂呢 它還會基本上在歐洲 因為哥德式教堂是從歐洲起源的 在歐洲的時候哥德式的教堂 它會有很多的大型的那種窗戶 那那個窗戶本身呢 是沒有什麼支撐的結構能力 那也就是說這種屋頂上面 斜屋頂呢 它的受力一直下來的時候 那個窗戶沒有辦法承受那樣子的壓力 那就要靠著非福壁去 有點像頂這個牆的 讓那個濕力可以延伸到這個非福壁這樣 那我們說為什麼會有一個非字 因為在歐洲的那種哥德式教堂 大教堂 通常非福壁是真的像飛出去一樣 它會整個往外擴 那就感覺就像是 飛出去的一個設計這樣子 所以我們叫做非福壁 那我這樣講的兩點 還有一點呢 哥德式教堂的特點 就是金鼎重龍 那那個是在從室內來看的 這個等一下我們進去的時候 再做各位介紹這樣子 那至於這個教堂 還有一個很重要 大家不要忘記的是要往上看 就是它有一個鐘樓 雖然這個鐘樓 現在已經沒有再使用了 可是從遠遠的看 是非常美麗的 而且呢 如果從高空拍攝的時候呢 教堂是呈現一個十字架形 這個是在歐洲的大教堂裡面呢 普遍都會有的一種造型 甚至像在法國來講的話 他們一些古老的教堂呢 它的十字架的那個頂端 是要指向東方的 也就是耶路撒冷聖城的那個方向的喔 那如果我們現在在講哥德式 哥德式喔 會覺得這是一個很美造型的教堂 但是其實哥德這個名字出現的時候 一開始是一個貶義的詞語喔 對 大家一定會覺得喔 這麼美的教堂 怎麼會當時會讓人覺得是一個貶義詞呢 因為實際上在哥德之前呢 是羅馬 羅馬帝國 而羅馬帝國就是被這個 所謂日耳曼民族哥德人他們給消滅的 那消滅之後呢 等於是就把他們的這個文化這種建築樣式 羅馬樣式也消消滅了喔 也把它破壞了 然後開始用了他們自己的這種樣式 所以這種哥德其實他們代表的是一種蠻族 在對羅馬人來講那是一種蠻族 所以他們會覺得 所以大家就覺得一開始這個哥德代表的 就是有這樣的一種貶義詞 但實際上哥德式的教堂呢 在現在我們來看 在歐洲留下來的我想最有名的 因為哥德式的教堂的起源是從法國起源的喔 那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巴黎的聖母院 那就是在2019年 因為不勝營火而燒掉的 燒很大受損的那個教堂 它就是非常典型的一個 哥德式教堂的代表作家 那我想大概外面就是這樣的一個介紹 我們現在就可以進去裡面看一下裡面的樣子 對 哇 就真的很感謝那個教會可以讓我們進來 進來欣賞這個內部的建築構造 那老師就是可以請您再幫我們講解一下 這裡面這些裝飾的行業嗎 好的 這裡面真的很美喔 我也是第一次這樣進來喔 那也才了解像這個上面的這個樣式呢 根據紀錄呢 這個就是當時聖公會他們的一個特別的一個象徵喔 就是正中間有一個十字架 然後十字架周圍還有一圈的圓圈這樣子喔 那還有像我們的前面這邊呢 有一個現在百花的這個架子呢 其實這是一個十字的一個水池 其實這是聖水池 這裡是聖公會他們特有的 因為他們進到教堂做禮拜之前就要點聖水 就是這個要在這裡 那現在沒有再使用了 對 因為現在是長老教會系統 那長老教會可能就沒有這樣的飲食 就沒有這樣的習慣這樣子 然後還有包含像門 那看到下面 門的下面有一個四葉草喔 那這個四葉草其實 在很多類似教堂這樣的建築 各的是教堂建築都有這樣的裝飾喔 它代表的是聖經裡面 新約聖經裡面的四福音書 就是馬太 馬可 路加 約翰福音 那這四福音書呢 就是在講耶穌在世的故事喔 那對基督徒來講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 聖經裡面的一個部分這樣子喔 那還有最前面 那我們現在就可能往前走 老師 這個空間真的滿大的 對 好像也滿多人會在這邊 先舉行婚禮這樣 對 有時候經過都會 沒錯 看到有婚禮 或是這個他們應該 週末做禮拜的時候 這個就是很多信徒會坐在這裡 這樣子做禮拜喔 那最前面呢的主祭台呢 上面呢就有一個十字架 然後還有一本書 那那本書就是聖經喔 那這個就是長老教會他們的一個擺飾 擺設喔 那他們代表的意義就是 他們所有的教義 他們所有的根源都是來自於聖經喔 因為聖經是神說的話 那所以對一個基督徒來講 就是一切的作為都要以神的標準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一個意思這樣子 那同時呢前面跟後面的上段 都有很漂亮的彩繪玻璃喔 那這也是哥德士教堂會有的一個 特色的特色 對 那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 哥德士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在它室內有一個 我的屋頂的結構 就是像現在我們看到的這種 這個樣子這樣子 對 那大概我們 了解的 它的窗戶也是對不對 這樣尖尖的 對 就是哥德士 就是這樣尖尖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個人來講 我每次在看哥德士教堂 跟羅馬士教堂的很大一個區別 就是先從窗部的這個肩拱的部分 或是圓拱來做分別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差異這樣 對 沒錯 真的就是走到這個教堂 這個空間裡面就是整個就 讓人忍不住要把聲音壓低了 就是感覺有一個很神聖的氛圍在這邊 那我想也是就是說 為什麼教堂要把它蓋成一個 也是這麼寬敞 也是為了方便那個可能信眾 大家可以在這邊集會 然後有活動這樣子 是的 對 然後確實就是 我們可以因為這個宗教信仰 然後可以感受到說 那個信仰的人他們的信念 然後要把這些信力 投注在這個建設這麼美的教堂上面 然後就是為了他們所信仰的一個理念這樣 沒錯 您說得太好了 我也非常的認同 對 是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